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 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 正与他转轮做器皿 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 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着姚将弄泥吗 以色列家,你在姚将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 要拔出,拆毁,毁坏 我所说的那一帮 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 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 要建立灾职 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听从我的话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 定义刑罚你们 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他们却说 这是枉然 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 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前往各国访问 有谁听见这样的事 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 力巴嫩的血 从田野的磐石上 岂能断绝呢 从远处流下的凉水 岂能干涸呢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 向甲神烧香 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 在古道上半跌 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 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 常常吃笑 反经过这地的 必惊骇摇头 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 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 遭难的日子 我必以背向他们 不以面向他们 他们就说 来吧 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 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 智慧人设谋略 先知说预言 都不能断绝 来吧 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 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 耶和华 求你理会我 且听那些与我争敬之人的话 岂可以恶报善呢 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求你纪念我 怎样站在你面前 为他们代求 要使你的愤怒 向他们转销 故此 愿你将他们的儿女 交与鸡荒和刀剑 愿他们的七五子 且做寡妇 又愿他们的男人 被死亡所灭 他们的少年人 在镇上被刀击杀 那时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 愿人听见哀声 从他们的屋内发出 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 按摄网罗 要扮我的脚 耶和华 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 你都知道 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也不要从你面前 涂抹他们的罪恶 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 愿你发怒的时候 罚伴他们 主要跟他送你 没选春 出品 是 男人 做什么 customer administ 你 坐